于是啊,这大姐夫心里就打鼓,思来想去的只有一条道,这手拉住了媳妇年事,那只手啊,攥住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妾,仨人手拉手,就在这织造府的后衙,上吊了,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在上礼拜的时候啊,咱们就说了,这年庚瑶的故事啊,咱们讲完了,紧接着呢,咱们就讲了一期这个怀亲王福会和这个敦肃皇贵妃, 虽然这二位都是年庚瑶的至亲,一个是他的妹妹,一个是他的外甥,可是这两段故事啊,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归到清代后宫故事当中,经过这么两期的时间啊,就有好朋友爱他过,说这年庚瑶的故事啊,你得讲完了,我想了想,这故事我讲的挺全面的了,再讲啊,我都怕您听烦咯,可是那位朋友他提醒我说,你得把这后年庚瑶时代的故事交代全咯,他说一,是西北军政的 移交和过渡,这二呢,就是年庚瑶获罪以后啊,雍正皇帝是如何处理 年纪的其他人的,我听了这位老先生的意见啊,就琢磨了一下,这西北军政呢,咱们得讲,可是啊,咱们不爱 这个系列里讲,因为后年庚瑶时代,西北军政的移交和过渡啊,咱们准备啊,留到月中旗那边再聊,那么今天,咱们就在这聊聊,雍正皇帝是如何处置年纪其他人的,要说这坑啊,它是得填,因为它是我亲手挖的嘛,咱们在年庚瑶的系列里啊,曾经聊到过,当这个雍正皇帝大自封赏年纪的时候啊, 年纪瑶的家人们啊,都获得了很大的既得利益,雍正皇帝是一个爱赠分明的人,喜欢你的时候啊,我给你什么都行,倍加封赏啊,如果说我讨厌你了,那可不是简单的把这些封赏要回来就完了 所以说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啊,这个话题还是有得聊,那么咱们先从谁开始聊起呢? 那就先得说说呀,年庚瑶和敦肃皇贵妃的爸爸,退休在家的巡抚,年霞灵,受这个电视剧蛊惑颇深的好朋友啊,张嘴就来,说这年庚瑶他们家呀,包一奴才出身 哎,其实这句话呀,他也对,也不对,年纪在江南原来也是一个名门大户,不但如此啊,这年纪的一辈古人啊,在明朝的时候还做过官,还是个军政长官 什么官啊,指挥使,正三品,您想啊,这大明朝都亡了,仗打输了,能好的招吗? 到清朝的时候,这年纪就被裸到了旗下,这会儿他们呀,可真是包一奴才,属于这汉军香白旗,这年纪一门呢,都是读书人出身 他们怎么能,甘据旗奴的身份这样下去呢?到了年庚瑶祖父年中龙的时候,这年老头啊,发奋图强,一下子就中了举人了 这一当了大清朝的官啊,那自然就不是旗下的包一奴才了,虽然不是包一奴才了,但是他仍然是汉军香白旗的旗下属人 归这个香白旗的旗主所统领,在这个编制和隶属关系上啊,他属于是香白旗的旗下属人 虽然不是奴才,但是跟旗主王爷呀,还得是奴才主子的互相称呼 为什么呀?因为这呀,是满洲八旗的规矩,算得上啊,是他们的组制家规 这年中龙啊,是笔贴士出身,哎,这是咱们简单的提一句啊,这笔贴士的一个官职虽然很小,只有啊,正妻品 但是这个官职啊,必须是八旗属人担任,其他非八旗人员啊,没戏 为什么呀?因为这笔贴士啊,就设计能接触到朝廷的档案了 自己人他能保密不是吧?有笔贴士,又做到了兵部主事,一直呢,做到刑部郎中退休 年庚瑶的爸爸年霞领啊,这官做的可就不小了 科举之后就平步青云,一直做到了湖广巡抚 并且这年霞领他不会是个能臣干臣 他在康熙三十一年的时候,就向朝廷建议,以地丁为准征收税银 这就是后来到了雍正朝大名鼎鼎的贪丁入母制度的前身 说白了嘛,不能争人头税,只能争田母税 关于这雍正朝的新政啊,不在咱们今天聊的范围之内 前边咱们聊过,以后还会讲 您要是愿意呢,就上前边查查,或者呀您再等两期 康熙四十三年,湖广巡抚年霞灵,上折子起休 皇上就准了,于是这老头啊就退休在家了 在朝阳门外啊,置了一片宅子,过成了他的悠闲退休生活 这会儿家里是什么情况啊? 长子年熙遥,虽然没有十圈付钱在家 但是他有官衔啊,并且呀这老大年熙遥的脾气好 随自个儿,文人喜欢的东西啊,他都爱 并且呀,都是颇有成就 老二年刚遥呢,虽然这脾气苟怂点啊 但是这官儿当的好啊,朝阳里派一袋差事啊 每样完成的都不错 并且老二年刚遥这仕途啊,和自个儿一样 是科举出来的,透着那么的,给家族长脸 大丫头呢,嫁给了本旗的一个旗人 叫胡凤辉 虽然这官儿不大呀,他好歹也是仕途 刚刚放了一个外人的支线 七品,好在自己身边呀,还有个小女儿 聪明伶俐,长得又漂亮 诶,书中大言啊,这就是后来的敦肃皇贵妃年事 这好日子呢,过得就快 呲愣擦愣,就到了康熙四十八年 这一年啊,可是改变年纪命运的一年 康熙的皇四子印真,就在这一年啊,被封为了亲王 清朝是这么着,皇子吩咐以后啊 这旗籍就从湘皇籍被放到了下午旗当中 其实这由头很简单 皇上的意思啊,不是让这些出了宫的皇子就自贬身份 把他们的旗籍放到下午旗当中啊 是为了让他们分化那些旗主王爷的权利 这些旗主们啊,就得把自己手下的这些属人啊 往新来的王爷身上拨 这旗的规模规制不变 但是掌握旗物的人多了 自然啊,旗主王爷的权利就分散了 那么这波权利呢,又往皇权上贴了一贴,靠了一靠 因为那分走权利的不是别人啊 是皇儿子呀,也妈妈妈寸 这年纪的旗内左领啊,就被划播到了四爷印真的门下 哎,这年纪啊,自然也就成了这印真的旗下属人 到了康熙四十九年,这年纪的晋身部啊,又来了 这会儿的年羹尧啊,放了外任了 封江大利,被康熙皇帝放了一任外任四川巡抚 到了转过年来,年侠龄的掌上明珠 小女儿年事啊,又由这个康熙皇帝亲自指婚 嫁进了王府,成了和朔雍亲王印真的侧附近 这下这年侠龄啊,可算伸开腰了 一下子就傍上了本旗旗主这棵大树 这好事还没算完呢,没过几年 到了康熙六十一年,自己这位王爷姑爷啊,当皇上了 年侠龄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一个退休的人,还能再次蒙皇恩 一下子在爵位上啊,就被封为了一等宫 并且这朝廷还给了一个太傅的头衔 说完了他呀,咱们再说说这年羹窑和敦肃皇贵妃的大哥 就是这个年夕窑啊,要说这代爷呀 当不当官的在他心里也无所谓 为什么呀,因为他好奇的都是文人默刻的东西 琴棋书画是无所不能,咱就说这画画吧 他是意大利来的这个西方画家朗世宁的入室弟子 跟这个朗世宁啊,学习了透视画法 并且呀,还写了一本书 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西方的透视美学 这本书的名字呀,叫世学 年夕窑这旗下的好坏咱们不知道 但是在琴的造诣方面啊,那另有一番独到了 在古琴技法当中 广陵派,一直就是高深神秘的代名词 哎,这年夕窑啊,可是这广陵琴派的正经传人 这些还不算啊,他对西方科学非常有研究 他就曾经写过呀,几何数学方面好几本书 可是这不想当官也由不得他 眼看这妹夫啊,成了皇上 弟弟成了大将军 妹妹呢,又是皇贵妃 一下子这大爷年夕窑啊,成了身在患门身不由己了 青海战士刚一起来 年夕窑啊,就被雍正皇帝放到了广东巡抚这个肥圈 不但如此啊,那个曾经做过欺品官 后来犯了错误,父贤在家的妹夫胡凤辉 说来啊,还是雍正皇帝的连劲 也受了皇冠,被放到了苏州制造这个肥圈 其实啊,他们心里明白 他们二位啊,被放到这种肥圈上啊 完全是皇上让他们替西北打仗的年羹窑 多积累一些彩礼 好更有力的带兵 这其中的出入啊,咱们再讲年羹窑那班上细聊过 今儿啊,咱们就不深入的讲了 可是咱们知道啊,这年夕窑的心思 他不再做官上头 整天就稀里糊涂 于是啊,这雍正皇帝也毫不留情 给这个自己的大舅子起了个外号 叫呆公子 这是从皇上嘴里说出来的 这要是哥老百姓嘴里啊 那就是傻二百五的意思 这个时候,外人看年纪啊 那简直就是花团锦素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那就是芝麻开花,结结沟 哎,可是谁想啊 这闹多闹带的年羹窑啊 他得罪皇上了 雍正三年十一月 雍正皇帝一道御旨 敷衍大将军皇上大舅哥年羹窑 赐自尽 这一下子呀 满朝文武成功就琢磨了 完蛋了 这年纪这次算是彻底凉了 皇上如此的恨年羹窑 那不还得弄个满门抄斩啊 谁想这事情啊 大大的出乎了这些人的意料 皇上对年家呀 并没太过责备 说这个年侠林和年熹窑啊 本身都是老是本分的人 对着年羹窑的行为呀 这二人早就看不惯了 曾经多次劝他向善 怎耐着年羹窑的执意不听 也是无奈 皇上就亲自下旨 其实这年侠林还免个屁呀 他本来就退休在家 至于这年熹窑确实被免了职 不过没过几天 在皇上的授意下 宜亲王印祥就给了这年熹窑 一个新的职位 并且这宜亲王可是个有本事的人 量才适用 把这年熹窑啊 派到了景德镇 替这朝廷啊 都烧玉窑 不了解的好朋友啊 可以去Google Google 或者去打听一下 雍正朝的官窑瓷器烧制水平 在整个清朝 那简直就是一个巅峰时期 清秀儒雅之风 有清一代是无人可及 这里边啊 那可都亲着这年熹窑的心血 随着年羹窑获罪 被押解回京 年熹窑也从这广东巡抚的任上 被调回了北京 被调到了宫部 做了幼侍郎 到了刑部开始审理 年羹窑一案的时候 年熹窑就收到了刑部的签票 要求他呀 到堂上去与他的弟弟 年羹窑对质 到了这会儿啊 可真体现出 这戴公子的文人豪气了 年熹窑给雍正皇帝 写了一封奏折 他跟这皇上麦夫说呀 我去不了 年羹窑是我的亲弟弟 他的所作所为 素长我见了呀 很不满 作为兄长啊 我说他了 他不听啊 他违背了国家的法度 皇上怎么处置他呀 他活该 可是我尚有八十岁的老父 我这样去和我的亲弟弟当堂对质 我的老父亲心里会很难受 所以说当堂到刑部 去和亲弟弟对质这种事啊 我干不了 皇上您如果觉得我这种行为 罪可恕 那您就治我的罪 臣我呢 也只好是万死不辞了 雍正皇帝看了年熹窑的奏折 叹了口气 哎 不去不去吧 确实让亲兄弟当堂对质 尤为了儒家的道德和价值观 就这样 年霞灵和年熹窑父子 落了一个善终 这紧跟着 咱们就得说说 这倒霉的雍正皇帝的连劲 一袋挑胡奉辉 到了这苏州制造的认上 他贪没贪 捞没捞啊 贪了呀 可是这钱呢 都支援了西北战场上的年庚窑了 其实皇上放他这个圈啊 也是这个意思 他知道这大将军在外呀 没有点私放钱 是不行的 可是他话呀 就得这么说 谁让这年庚窑啊 他惹了皇上了呢 皇上震动之下 谁也跑不了 年庚窑刚一犯了案 这皇上就下旨 令江苏巡抚张凯 和新阵苏州制造高斌 组成联合调查组 去查查这胡奉辉啊 有没有贪污 于是啊 这大姐夫心里就打鼓 思来想去的 只有一条道 这手 拉住了媳妇年事 那只手啊 攥住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妾 仨人手拉手 就在这制造府的后衙 上吊了 皇上收到消息之后 我心想你个傻二百五 治不治你罪的心放在一边 这事出了 我能不派人去查查吗 你怎么还犯了小心眼 吓死了 于是这气啊 也只好撒在这半差的两位大员身上 下旨深吃二人 今胡奉辉为罪自尽 皆如二人杀也 皇上想想 觉得又不是味 因为这两个大臣啊 是自个儿派过去的 于是又说 这胡奉辉 亦昏庸至此 便搜银铲 罪亦不至于此 想依必有大覆阵 难见阵之处 方如此 胡奉辉 生为可怜人 死亦为可笑之鬼 朕食害亦之至 而等可将其妥当料理 交予托得老成家人 而等可差一二人 帮宋至其家 莫令狼狈 岂有此理 你瞧 这逼死了自个儿的连家 他怨别人 要不就说的古今一理啊 这话语权啊 永远在上级的手里 不过呀 再怎么说 这吓死的胡奉辉啊 他也不能算是 雍正皇帝杀的 总之闹得沸沸扬扬 轰轰烈烈的 年庚瑶一案 年家除了年庚瑶之外 真正祸行至死的 只有这年庚瑶的儿子年妇 其他的孩子 十五岁以上的 发往云贵广西 鞭杖之地充军 十五岁以下的 也没饶了 等到了十五岁 再发配 不过后来呢 也都被皇上赦免了 陆续的回到了北京 针对这些呀 对年家打击最大的 就是一条 这年庚瑶所有 直系子职啊 自此以后 再不得 入朝为官 所以 这年庚瑶一门 有清一代是至此没落 得嘞 今儿天啊 是真不早了 精彩回幕 就在明天 咱们是还得 开心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